还是一直存在的 好我想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再讨论我们最后的一个话题 最后这个话题就是蓬佩奥 蓬佩奥国务卿呢 他特别是在最近以来发生的新冠疫情以后 那么蓬佩奥国务卿他发表了很多次 甚至于是要比川普总统还要更为强硬的一些谈话 针对着在中国的这个疫情的发生 针对中国的这个疫情的隐瞒那么等等 那么他有非常非常多强烈的谈话 而且他在这个去年在纽约所发表的一个 外交的论坛里面的一个演讲里面 也把中国的这个现状跟中国的这种政治体制呢 做了很多的批评 那么所以呢对中国人而言 那么是对蓬佩奥非常的印象深刻 尤其在最近那么中央电视台 连续几次那么是特别的 这一个评论来这个修理蓬佩奥 把这个蓬佩奥修理的体无完肤 而且呢可以说是用词用的是非常 在过去以来对于一个美国的外交人员 从来没有如此强烈的这样子的一种批评啊 不过现在传出蓬佩奥他在这个川普政府里面 他可能有一个新的变动 就是川普总统现在鼓励蓬佩奥去到这个Kansas 他的家乡去竞选这个Kansas的参议员 联邦参议员 这个我不晓得这个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或者是说如果真的是如此做的话 对于中美关系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倒不是很大 因为无论谁来接任这个川普总统 他的这个执政的理念 还有他的方向 这个可能已经是很坚定了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 但是我觉得对川普总统 他的这个政策在参众两院 能够能够得到执行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意义来说 然后可能川普总统 因为他看到特别去年在这个众议院里面 要弹劾他这件事 这个看起来现在的党争啊 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 现在基本上是没有 很多问题上面基本上是不考虑 什么其他的利益了 基本上就是以党的进来化派 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这个尤其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去年在这个众议院要弹劾川普总统 那么到了参议院立马又这个拿下 根本就什么事也没有 那么这个情况可能让川普总统 可能是记忆犹新啊 也是担心惊肉跳 如果参议院的席位 这个伪弱多数的这个席位 如果不能够控制在共和党手里边的话 那么如果在众议院和参议院 两个院都被这个民主党控制的话 那川普总统就成了一个跛脚呀 他的后四年的执政恐怕会非常非常的难受 这个可能是川普总统最担心的这么一个问题 因为参议院好像现在53比47呀 这个这个好像又有一个共和党的这个议员 他又准备这个退休了以后 就不再继续追求连任 那么这对这个川普总统来说 这个是非常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 很可怕的 他不想在这个参众 这个参众两院都是陷于这个 被民主党控制的情况下 去跳这个独角戏 这个戏很难跳的 对 所以这个 所以参议院的争夺战 这是要比他做国务卿恐怕还更为重要 这就特别是对川普总统而言 据我的了解呢 就是说现在这个参议院里面呢 在参议院的任期是六年嘛 所以每四年他是 就是说要这个有三分之一的这个参议员要更换 那么也每两年就有一个其中选举跟总统选举 这个这每两年要有三分之一的参议员更换 今年那么有33位三分之一参议员要更换 那么这个除了33位之外 另外有一位是John McCain 就是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他这个任内去世 还有一位就刚才您提到的 就是说这个 就是这个已经表达了他将不会竞选连任 所以呢 一共就35个议席要重新改选 而这35个议席当中呢 竟然是共和党占有23个 也就是说这个民主党呢 只有12个议席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在民主党 在共和党有23个那么多的议席要开放出来 要给大家进行 而民主党只有12个 所以呢民主党很有机会 在这一次的今年11月的投票当中 那么重新夺回参议院 当然这也是要很费力气的 所以为了要能够继续的保持参议院的多数党的位置 所以呢这个参议院的Mark O'Neill 这位共和党的参议院的大佬 他就要求 要求这个蓬佩奥去下乡 回到Kansas去选参议员 因为蓬佩奥他是有能力 可以当选这个Kansas的这个联邦参议员 而现在在Kansas的这个可能竞选的共和党的参议员呢 共和党参议员席位的这个这一位的候选人呢 他是前任他是曾经竞选Kansas州长失败的一个候选人 那么共和党担心他太过于脆弱 没有办法顶住民主党的挑战 万一这一席不保 那么在参议院里面 那么其他在发生了其他的一些的席位的损失 对于共和党来说 就是一个参议院争夺战的失败 那么即使是川普总统连任 在未来恐怕也是非常非常辛苦 因为众议院里面是恐怕是民主党 是将会坚守众议院 这个共和党想要夺回众议院 已经是不太可能 但是参议院共和党一定要坚守 否则的话民主党挑战将会机会非常大 这是我了解 所以蓬佩奥他有可能他的视图可能有改变了 说不定啊 这个反正是我觉得参议院这个位置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现在看共和党有没有把握 能够在这个现有的这个三个位置里面 能够保得住他的现在现有的优势 我觉得像您分析的一样 就是现在看起来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 同样的存在一个人才缺乏的问题 相对来说共和党会好一些 但是在行政方面 但是在这个议席上面 参许两院的议席上面 共和党也没有绝对的把握 能够维持到这个目前的优势 这是他们现在最主要最担心的 但实际上来说就是说对于中国政策 北之间的关系来说我觉得不会发生一个 民主党也好无论是共和党也好 现在看起来对中国的威胁 对中国政府的这种定位 基本上是他们双方这方面都是很明确的 他们主要的党争在美国国内 而不是在对中国政策 从行政的这个角度来说 无论谁上来做这个国务卿 对中国政策也不会有大的改变 也就是说美国国内的任何变化 对中国的政策这方面 我觉得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都会维持到目前的强势的态度 谢谢 这个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麻烦 因为不管是共和党也好 是民主党也好 都对中国政府不满 所以就像您刚刚所分析的 那么到11月3号的大选结果 不管是民主党的拜登做了总统 或者是共和党的川普继续的连任 对于中国来说 这一个外交上面的关系 恐怕还是非常的艰难 好 我们从美国又谈到台湾 台湾的蔡英文总统 就要在5月20号就要就任了 现在整个台湾的内阁 他在人事上面 他也进行了改组 包括了这个内阁里面 这个苏贞昌的 他的内阁的这个 里面的各部会的首长 都有了变动 而蔡英文总统他本身 包括了他总统的秘书长 也都有了一个改变 那么在苏贞昌的内阁当中 内政部长根据现在我们所知道 内政部长认徐国勇留任 外交部长吴钊燮还是一样的留任 国防部长这个严德发也是留任 那么这个外交国防 这一部分的这个都是蔡英文总统 他的掌权的这个主要的部分 但是在新的这个名单上面 几乎都是在现在的这些部会首长 也都是在留任 那么只有几个改变 包括了文化部部长 是郑力军他不再续任 由李永德接任 李永德的原来是客家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而现在他调到了文化部 科技部长则是由这个吴正中来接任 那么国发会的主委由谷明星来接任 那么这谷明星也是原来也是内阁的人 所以整个这个国清管会的会长 是主任委员是由这个顾立雄来接任 那么顾立雄呢 顾立雄呢 是他由这个黄铁木来接任 因为顾立雄他转任了国家安全会议的秘书长 从我个人的感觉 就是这个蔡英文的这个 他的总统府的职权下面的职位 跟这个苏贞昌的内阁里面的 包括车务委员跟各部会的首长 好像人是没有什么改变 都是老人 这好像也很符合蔡英文的一贯的 这样子的一个作风 也就是说他的位置 都是一些他所熟悉的这些老人 而且是在地方上有势力的一些的 经过民选来完成他们的这个 这个仕途的一些人物 这些而且呢这是很少变动 我我我个人觉得啊 就是说一个政务的推行 应该要有新人来来执政 因为往往一个在位的时间 太过久了以后 他的行政的效率就会减缓 他的这个由于他太过于熟悉业务 那么也会使得这个整个的效率 整个的会松弛 那么这是我的感觉 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新的政府 应该多用一点新人 我不想您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蔡政府 他就目前来说 坚守到这个 他的这个民主理念啊 坚守到他能够在这一次大选里面 取得一个压倒性的优势 然后这个夺取了民心 他的任务基本上已经完成 我觉得他现在不需要有很多的创新 也不需要有很多的这个 其他的这个其他目标 他实际上稳住目前的这个 这个行政的这个做法 然后稳住这个台海两岸的 一种稳定和和平的这个局面 他对他来说 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任务 就是完成的已经很好了 因为他过于 无论经济的目标也好 无论是这个社会的安定也好 无论是这个夺取这个 现在的这个执政权利也好 蔡英文基本上都做到了 他的这种目标 那么所以说我觉得 就是就接下来的这几年 任期里边 那么副总统由这个赖兴德 接任了以后 可能会发挥更多的一些作用 那么他也是一个平稳的过渡 在这个就任期之后 他也不会再追求一些其他的 更大的一些目标 实际上他现在就目前来说 保持稳定 保持一个匀速的发展 对蔡英文个人来说 是做到他的人生目标 他已经做到一个很好的 一个成绩了 能够保持连任 能够经济上有发展 尤其是在最近的这个疫情期间 这个台湾取得的这个成就 然后也是让这个世界都为之侧目 大家都感到非常的这个欣慰 距离中国大陆这么近的一个地方 然后这个文化又是这么如此的接近 跟大陆又这么有很多密切的这种联系 但是在疫情泛滥的期间呢 他还能够取得很好很好的 这种这个抗疫的这种成就 同时也为这个世界各地 然后这个提供了很多 这个比方口罩啊 防护设备啊 然后也让这个台湾在世界 赢得了很好很好成立 那么台湾现在他的口罩的产量 每一天达到两千万片 这是从原来 他这个在台湾本身 他的生产量是很小的 在疫情之前 那么在这个短短的一个月期间 台湾政府就组织了这个蔡英文政府啊 就组织了很多的这个 这个国家生产的力量 很多口罩的工厂 对这个过去极缺的这个口罩啊 这个主要的防护用具 进行了一个国家生产 包括他的销售也好 包括他的分配的方案也好 都让整个台湾的民众 既有防护的这个设施 又能够有这个一种合理的分配 同时还能够在他的后期 能够提供给这个世界各地 一些这个口罩来来使用 从形象上来说的加分 从经济上来说 也是这个不错的一种这个效应 那么从收取民心这块来说 蔡英文政府在这一环上 也是赢得了很好的一个 那么所以我认为 他作为个人来说 基本上是圆满 保住目前的经济 已经很不错了 我觉得他这个目标也就这样 谢谢 感谢您 您这个有很高的 对蔡政府有很高的评价 我想我再一次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报告 就是说这个 或者是因为我们изнес个 surreal gesehen 当中的 показывают 我就这么说 对这种 dull 东西已经没什么 aún 很有遇见